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泥排放的数量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 涉及地域之广 前所未有 将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置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中方和太平洋岛国都严重关切日本排海计划 都坚决反对日方转嫁核污染风险的行为 排海绝非处置福岛核污染水的唯一选项 也不是最安全最优化的处置方式 我们注意到太平洋岛国论坛独立专家小组组长日前指出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 正当性是国际辐射防护安全标准的十大基本原则之一 要求产生辐射风险的活动 必须产生整体效益收益大于风险 日方应该扪心自问 将太平洋当作倾倒核污染水的下水道 是不是违反了上述原则 是不是违反了自己应尽的基本国际义务 是不是对12年前援助日本的世界各国恩将仇报 中方敦促日方正是国际社会的关切 承担起应尽的道义责任和国际义务 立即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以科学透明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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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